定义名称的部分 名称管理员里面这会多一个 Ctrl Shift向下 定义从选举范围建立 刚刚同学 就是 有多提供一个 Ctrl Shift加F3 当然 如果你常用的话 Ctrl Shift加F3 按下去 一样可以跳出这个 这边当然也有一个快速键 也有个提示 OK 也是一种好方法 如果你常常用的话 这个可以把它记下来 因为每一个好像都有快速键吧 OK 有一些有一些没有 像这个就是Ctrl F3 OK 好 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Repplace加LEN 那如果说我今天 刚刚有练习过来 就Repplace几个字 那用在我们刚刚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请你把 你原来的公式剪下来 为什么要剪下来呢 因为你等一下 要把这个字串 的结果 贴到那个replace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 文字里面的那个replace 往下找 它在R开头的地方 replace 按确定 那 Order Test就是 刚刚剪下的公式 把刚刚剪下的公式贴上 其实因为贴上之后 它会去帮你抓一个字串 就这个字串 那 那从第几个字开始 请你帮我从第一个字开始 帮我 去掉几个字 去掉几个字 最后去掉是空字串 所以先把它打 几个字 根据你的什么呢 入职日式时间 几个字 前面加一个LEN LEN OK 刮斧一下 根据你的栏位名称 然后呢 后面加上刮斧 那可是你栏位名称四个字 可是它有一个冒号 所以再加一个字 冒号的部分也帮我拿掉 五个字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我们要的 不过呢 如果你按确定 会发生一个问题 向右 向下 它会怎么样 抓的长度 第一次是对的 可是向下填满 为什么是错的呢 因为你没有把它怎么样 锁起来 那你想说哪个要锁起来 这个东西要锁起来 D1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向下填满 向右填满的话 必须要是燃耗增加 那向右填满的时候 特别说有的C 有的东西 老师要锁 那我知道F4 可是你锁F4之后的话呢 再来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这边把F4锁起来 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 入职时间 没错 可是这边的 就会有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做 栏列的锁定的时候 不能够两个都锁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向右的时候呢 D1要变成E E要变成F 就是要能够活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锁的时候 特别说 你不能够两个都锁 记得 蓝不要锁 锁列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向下的话呢 列号会增加 列号会增加 那可是我列号不要增加 一直都指向的是 第一列的这个蓝号 所以记得 锁一个A 锁一个第一列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向右 向下 全部都做完了 OK 那蓝宽如果不对的话 再把这个蓝宽 常用里面 有一个格式 自动调整蓝宽 帮我调一下 OK 那就自动帮我调 OK 就完成那个 就是利用那个replace 加LEN replace在这边 OK 原来的资料 把它剪下来 贴上 从第一个字 到第几个字呢 根据它的长度 四个字 再加一个字 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没有 好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 那当然如果说 你要吹毛球 吃一点的同学 就是你也许向右 向下 再向下 发现怎么样呢 都出现这个参考错误 那当然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贴回去的时候 你可以再利用那个什么 逻辑里面的ifl 这个ifl 把它过滤一下 过滤一下就贴上去 如果产生错误就给空置串 这样子的话 一劳永逸了 你就向右 向下 拖拉到最下面 放开 它也不会产生错误 这样子就很坚固了 可是你会发现 公式就会比较长 而且公用的话 就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而且很多都是不太常使用的 不过如果连不太常使用的 你都可以用得很灵活 用得很熟练的话 我想你工作应该 哇 有没有两下都可以做出来了 OK 这个地方的话呢 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单栏 也就是你的栏位在这边 b栏 你要把它整个变成四栏 你可以用 用index column跟rull 配合replace 把前面的东西去掉 那接下来 最后那个 错误讯息用ifl 可以把它完成 那再来 你们也可以再把这个范例 改一下 假如 这个可能会变化 indirect indirect 不过各位应该 不知道对这个熟不熟悉 叫indirect 插入一个函数 在哪里呢 在那个 简式与参照 就是index的下面这个 index下面一个叫 indirect 这个 他会说 参考的范围里面 的哪一个位置 按确定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呢 他会给我 两个 参数 不过实际上 第二个可以不用 用预设的就好了 也就是你现在参考到哪一个 那我要参考的资料在哪里呢 在b1 所以我其实就给他什么 双引号 记得他是一定要双引号 这要自己打 他不像说其他的地方 你打一个b2 打一个b2 他会自动帮你加那个双引号 他不会 所以记得 这个比较麻烦 记得前后一定要自己加双引号 好 按一个确定 他会自动怎样 加上 入职时间 过来 那这个叫什么 b3 这个叫什么 b4 诶 那如果说呢 我们要 怎么样 往下抓的话 那势必就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的数字 2 改成3 改成4 有没有 改成5 那不就可以 向右向下 又可以全部完成了吗 那 他跟index的差别是 index是数字 哪一栏哪一列 那index是 给我一个文字 这个文字是 直接指的是 你这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储存格 的名称 不过这个当然会比较直觉啦 因为 你一看就知道说 你要抓哪一个资料 所以用index 但是他的缺点就是说 你要去产生 后面那个数字 或者前面那个栏位的 英文字 要去做变化的时候 难度应该有时候会 比index还高一些些 我不知道各位对index 熟不熟啦 因为这个基本上 如果你要处理大量资料 你这个不会 你根本不用 不用去处理了 因为这 基本上就是 让你可以快速的把 你需要抓的资料 抓到你应该 抓的位置上面去啦 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刚刚的 一样的 做法 如果我不要用index 我要用indirect 那逻辑应该都知道 只是你要怎么样 向右 向下 也可以一次做完 OK 当然其实后面还会有变化啦 VBA 甚至后来有同学会说 老师那我 已经变成四栏了 我可不可以再变回一栏了 他也可能 因为你工作上 就是会这样子嘛 有些资料 从ERP 过来的话 是单栏 那你要变成 你要处理的 报表 也许是多栏 然后你最后 又要回到ERP 或者又回到别的地方去 你又必须要把它转成 转回到单栏 那你又再头痛一次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 可能会遇到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刚刚 先把那个 REPLESS加上那个 LEN做完之后 再想想看 另外有一个 叫做INDRESS的函数 那也可以拿来做 那试试看 OK